好 當我們的Sovos呢 登入之後呢 各位呢 我們要把這台機器還原成預設值 你叫點選這個備份與韌體 然後呢 你點選這裡有一個韌體 點了它之後呢 各位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你這個韌體現有的版本 好 這邊來看一下呢 這個是SFOS 這一個是17.5.4 對不對 你的是不是這個版本 對齁 好 這裡以下呢 有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17.5.8 是新的 那這個新的呢 當然我們要去做什麼 下載之後才可以做更新 那目前我們先不用做 我們先不用做 我們先這邊來看一下 好 這邊好了 之後看一下你的版本 各位再來往上看一下這裡 這個版本這邊因為我們的螢幕的關係 所以這邊你往右移動 這裡有一個叫使用周 有沒有看到 這個黃色的 好 這裡有一個管理 好 它這個呢 要把你的系統還原 它沒有一個指示的地方 它就是一些圖案給你看 故意不讓你知道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 叫開 開機韌體的印象檔 對不對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齒輪的 這裡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裡有沒有看到 使用原廠預設定 預設設定開機 有沒有看到 所以各位你不要選底下的 這上面這個版本是上一次的版本 這下面的我們後面再來做 針對這個版本呢 你做好 我們現在使用這個使用中的版本 你不要去點別的地方 你點這個旁邊 右邊的 這裡有一個齒輪 點下去 好 點下去之後呢 只要按下一個動作 使用原廠預設 預設時開機 按一下 再按一下確定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機器呢 各位你看已經成功的套用了 那你這台這個連線就不能連了 因為它回到原廠的時候是116.116.16 對不對 好 那這邊呢 你就不能連 就等你的機器來重開機 它預設設設重開機 所以我們怎麼辦 這裡現在就斷掉了 有沒有看到 它使用預設設設定 你到時候會連不上了 那別人上沒關係 我們就把這個瀏覽器關掉 好 關掉 然後呢 我們這台機器要去設定 因為我們的網路線已經貼好 好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網路線 我們現在用的是預設的網路線 預設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呢 第一個這個Port 這是LandPort 1 3 4 是它的預設值是連在一起的一個LandPort 所以我們現在把我們這台電腦 連到這個第一台 所以我把它接上去 好 接上去之後呢 這個WandPort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介紹 好 接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連線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一個Windows的畫面 你的作業系統畫面呢 來去做一個更新 更新是什麼 更新它的IP 來點選以太網路 變更介面卡選項 好 當然這個選項 有很多地方可以做 我們的Server呢 在這個地方就可以點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剛剛這個沒有開 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下面做 好 開啟我們的網路卡設定之後呢 按一下內容 點選IPv4這邊 這個各位都很有經驗了 來 把這個地方呢 設定成自動 自動 好 因為我們Soros呢 這台機器呢 這台機器它預設值呢 會自動幫你配 它是一個會有一個DHCP 會有DHCP 會幫你配 所以呢 你的機器只要呢 透過DHCP的方式呢 取得IP 你就可以拿到它的IP 好 我們就按一下全部自動 按一下確定 確定 所以呢 你 本台這台機器呢 你不知道你的IP多少 等一下再來看 它會配IP給你 好 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等它連線 那我們呢 可以去開我們的 當然我們專業一點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我們的 透過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IP Config 有沒有取得IP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它要等這台機器 我們的Soros能夠開機 原廠設定好 對不對 好 我設個Renew 就是呢 去重新取得IP 它如果沒有取得IP是什麼 我們的機器還沒開完 好 所以你要等候一下 好 這個地方呢 我先等它開完 我們再繼續 好 那你可以開 你也可以另外一種方式呢 開你的瀏覽器 點選呢 你的網址 對不對 網址它要連去哪邊 172.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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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罵號4444 這個是這台Soros的 原始的設定的預設IP 跟它的POR 所以呢你只要去點它 按Enter去連線 現在是不是連不上 連不上是正常 因為我們的機器還在 恢復延長 從開機當中 所以你要等候它一下 好 這個部分呢也是一樣 稍微等候一下 你就可以按一下什麼 當它取得IP 就會幫你去連線 你就按重新整理 一直重新整理等它 你看一下 現在已經連到IP了 網頁內容已經出現了 各位來看一下這裡呢 你不是私人的連線 選擇進階 底下有一個 繼續前往 好 你要連16.16.16 還有你要設定DHCD 好 我們等它連線進去 到一個登錄的畫面 你就暫停等各位一下 好 這是一個它的畫面 它的一個原始的畫面 你一開始買回來就是這個畫面 它是沒有設定的 是空的 這邊你只要先去做一個什麼 選擇繁體中文 好 這個地方就稍微佔領一下 不要自己先做 不要自己先做 先等我一下 好 第一個呢 我們到了這個初子畫面之後 我們第一個去選擇 你的看得懂的文字 音的語言 繁體中文 好 來 點這邊呢 開始 好 點了開始之後 來 這邊第一個要建立管理者的帳 密碼 各位就是我跟各位講的密碼 打兩遍 來 好 這裡有一個打勾 不要勾 因為它會幫我們安裝新的韌體 那又會拖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先不要勾 我們先把基本的設定完之後再來做 好 這裡打勾 安裝新的韌體就不要勾 打勾拿掉 好 輸入密碼打勾拿掉之後呢 各位要把瀏覽器捲軸往下 這樣就要把捲軸往下 這裡還有一個我接受合約要打勾 好 這裡才可以按繼續 好 打完之後按一下繼續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輸入完密碼之後呢 把這個 安裝新的版本打勾拿掉 然後我接受合約打勾拿掉 打個勾 好 這是第二個畫面 等各位一下 第二個畫面來看一下 這邊是一些設定 我們就用一下離線安裝 離線繼續 好 然後呢 一樣捲軸往下拉 捲軸往下 這裡有個繼續 來 點一下 好 這裡呢 有一個防火牆名稱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預設的 來 再往下 底下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地區 你要去選 如果你找得到你就去點它 那我們這邊用選的 它是在哪邊 在亞洲 打個ASIS 好 打個A之後呢 用鍵盤打個A 就會跳到A開頭的 然後你往下選 選到台北 好 這邊 好 按了之後按下去 好 再來呢 地區 時間選完了之後 按一下下一步 繼續 好 那這個就基本設定已完成 但是呢 注意一下 這裡呢 客戶改進計畫 先把它打封拿掉 當然這個呢 平常也可以勾 但是我們現在先把它拿掉 好 再來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有一個訂閱的功能 我有提過有沒有 它有一些訂閱都在花錢的 那我們呢 一次買了之後呢 各位是上個在用的 不是說線上的 那你線上的時候 你一定要買這些東西 才可以保護你公司內部的安全 那當然買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年合約 兩年合約 它會幫你線上更新 好 那我們呢 基本功能一定有的 好 這邊呢 你看了之後呢 往下 這裡呢按繼續 好 這邊呢 來看一下它網路配置 這才是重點 各位呢 你要知道它的內定值是什麼 你要從這裡來看 它也告訴你呢 它的內定的IP 你不要去改它 你改了齁 你的IP就跟我不一樣 知道嗎 那你連不上 你不能怪我 大家都是還原 還原的知道嗎 嘿 好 你不要去改它 然後這裡呢 也動不動不要去改它 DNCP是不是打勾了 它是不是有一個區間給你 對不對 所以說你也不要去動 那我們後面再來改 進入之後再來改 好啦 這是預測值 其實你這個都不要動 你只要了解 這一個預測值而已 OK的時候按一下繼續 好 按了繼續之後呢 來 按繼續之後呢 來稍等一下 這裡有一個網際網路保護 因為我們一些功能是沒有加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不用去做 好 按一下下一步 所以都不用去勾 按一下繼續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電子郵件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注意請各位把我打勾拿掉 知道嗎 我不要勾 我插得到喔 來 Email打進去 你要打其他的Email也可以 你要打其他的Email也可以 好 打完之後呢 往下 就不要勾喔 注意喔 記得不要勾喔 不要勾喔 來 按一下下一步 好 再來呢 就最後的階段完成了 這些設定只完成了 好 按一下完成 好 機器就會重開機了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讓它重開機一下 等一下呢 開完了 你的這個畫面就會登錄到 我們的Email可以登錄的畫面 就是16.16.16.16 冒號4444 就可以登錄到我們的帳號密碼的畫面 好 那我畫面先停在這邊 它會跑一段時間 稍微等候一下 好 這邊你可以看到呢 它Reboot完 它往設定完對不對 就會跳到一個Reboot 有沒有 它會幫你重新啟動 你這個連線就會斷掉了 所以呢 它剛剛設定完了對不對 還在連線當中 現在呢 要重新Reboot 就重新啟動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呢 重新開機 設定完之後呢 來 我們來登錄一下 好 它還原系統之後 再重新更新之後呢 我們輸入你的密碼 帳號跟密碼之後 按一下登錄 各位要記得 看高度圖案有沒有看到 XG有沒有 這麼漂亮的 它不是Use Portal 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漂亮的畫面 表示你是用管理者登錄 知道吧 好 按一下登錄 好 登錄之後呢 你就會呢 開始就看到它原始的設定值 這樣呢 就完成了呢 我們的一個還原 之後呢 你的系統更新 這個呢 就是你畫面的一個最新的畫面 一開始的初始畫面 好 那這個章節先介紹到這邊